然後還有一個答案 對 我的 怎麼了 可是我可以理解他啊 因為我也打哭了 他很可憐啊 對啊 那成功了 成功真的成功 給觀眾會愛上 有 可是剛才李仁哥有一直講說 他有痛 他 打得不很痛嗎 可是你其實都沒有講 你是無痛人嗎 你感覺就知道 沒有 有一動人 無痛分別 我就跟10號那時候講說 我說我個人是比較不喜歡的東西 我們也希望 他每一下都能夠 等到我們的身上 到海邊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看過那麼久的那些 什麼東西啊 他講話啊 他一開始討厭我 他一開始都不理我 我不跟我講話 真的喔 你不見到你也不跟我講話啊 我沒救了 我沒救了 你為什麼我都說你很好 進入正式訪問之前 還是要先來恭喜一下 王靖入圍金鐘獎最佳女主角 紅內褲嗎 對 你們之前給我的我還留著耶 真的嗎 謝謝 歡迎入你金鐘獎 謝謝 謝謝 謝草生 謝草生 好 好 不要 謝謝 這次是準備女生了嗎 真的啊 因為他們上次送了我一個男生的紅內褲 所以 打他 打他 周楚除山害的故事你聽過嗎 大家只記得周楚 沒有人會記得被周楚殺掉那兩個是誰 所以周楚才是那個有價值的人 把蓋票打了 讓大家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誰 不怕子的黑道殺手 為了讓所有人都記住要把排名在他之前的兩大通緝辦通通除掉 然今天飾演的陳桂林在電影周楚除山害 一開場就和刑警李一仁在街頭上演警匪追逐 蠢蠢到肉的動作戲來真的 對 對 沒事 OK 沒事 你們兩個應該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嗎 有掛殘嗎 我覺得其實因為跟李仁哥在那場打戲裡面 其實因為雖然說他是開場 但我印象裡面他是在我們拍攝很後期拍的 對 然後那個時候不管是身體還是心理上都已經很疲勞了 可是得鼓起筋來去打完這個最後一場最重要的戲 但我記得在當下因為我們兩個其實打到對方都很亢奮 無論在追逐的部分 無論是在巷子裡面打的部分 我記得那時候兩個人都是興奮的 所以當下其實感覺不到疲勞 一直到就是我在配音的時候的過程 編配那些呼吸聲喘息聲的時候 我看了那畫面我才覺得 天啊 我們到底有經歷了一些什麼 好像很累 但是當下其實沒有那個感覺 我當下只想擺動 我很累 拍到第三天的時候 對 我拍到第三天的時候 我們每天都拍到天亮 然後回去飯店睡覺我睡不著 我累到睡不著 我那天直接搭著高鐵回台北 我告訴我經營說我一定要回家一趟 他說你回家幹嘛 我要回家睡覺 因為真的好累 我累已經累到在外面已經沒有辦法 我一定要回家衝得低 但是我們的追逐戲 我確實我自己還滿有把握 精采程度是還不錯 那天導演就說 他說你來配音 我說我要配什麼 配一些呼吸聲啊 跟傳吸聲音啊 傳吸聲音啊 嗯 這樣聲音 配音間我看到我們兩個 我是看到嘴巴直接打開 因為你們有很多那個晉升 我懂 排練的多種 在開拍之前我們有上一系列的訓練 因為我們的武術導演 四號他非常要求我們所有的動作 就是要很真 我們甚至小天還要請他 韓國的武術指導的朋友 來加入我們那時候一起訓練的時候 有給我們一些指導 我覺得四號是一個非常好的武術指導 那他也願意接受我們 我們在拍片的過程中 不斷的給他意見 好比說要求的一個訓練就是 我們希望每一下都打到五行的身上 我們希望五行能夠撐住 我們也希望五行每一下都能夠 到我們的身上 我就跟四號那時候講說 我說我個人是比較不喜歡遊戲 就是我希望在安全狀況允許的情況底下 你能打就打 我能挨得住就挨得住 那我的反應我就不用演 我真的痛我就痛遠離 這個需要比如說李仁哥跟我 我跟那個袁富華 Ben哥 大家一起配合跟五行們 有一定的默契知道用多少的力道 打到對方 但是撐得住 對 所以很好玩 可是剛才李仁哥有一直講說他有痛 可是你其實都沒有講 你是無痛人嗎 你敢不覺得他比較痛 無痛 無痛 無痛分威 我看著他出門的時候 媽 一個坦克鞋子過來 砰 他知道我沒有經驗 那他就借出了他一個保護的運動褲給我 有很多智慧給我 我在這裡 對 你越累一頭吸吸不進來 謝謝 有痛嗎 當然有痛 但是我在這個戲裡面 我不是最直升的人 就在李仁哥跟Ben哥他們沒喊痛之前 我不能喊痛 我不能這樣講 我每天都在喊痛 因為你知道面對台灣坦克車 你根本打不住他 你接他每一拳 接他每一個動作 其實我都真的用很大的力氣去 他說我對打過最難打的人 因為他力量超大 然後動作超快 台灣坦克車本人有什麼話要說 混蛋 我覺得我跟陳輝的打戲 我跟李仁哥的打戲 其實有時候到最後已經不是動作了 我覺得更多的是 打的是兩個男人的情感 那好像是用拳頭在修台詞一樣 好像用自己的身體跟對方訴說 自己的不滿 自己的憤怒也好 你認識夏風仔嗎 二十多年前跟警察要活平 就能光是新一分局所有的彈藥 他在哪 不好意思 是要剪頭髮了嗎 王敬是第一次跟小天合作 對 他開始跑演話 他開始跑演話 他開始都不理我 不跟我講話 真的喔 我從這個門進來 他都從那個門出 這樣子喔 為什麼啊 我看你怎麼說我 我要澄清我並不是 哥 我第一次見到你 我沒有這樣欸 對不對 我們第一次見到你什麼時候 你已經見到你也沒跟我講話 我沒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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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說你啊 都好 好 你來看吧 對不對 你來看吧 好 對不起 我沒有 我本來就有一點點微色孔 然後就是 有的時候 如果 可能 對這個人 有一 我原本以為我們有誤會 其實是我自己的 誰跟你誤會 我自己的問題 我覺得我跟小晶一開始的狀態非常好 因為到最後我們兩個變得很好 這其實到我讓我有點困擾 啊 其實有點困擾 怎麼這樣子 演員都是應該去follow自己 劇中角色的心格跟處境去 去面對這些人 跟小晶一開始我就跟這個女生不認識 我必須保持跟她的一個陌生感 那我也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 就我們那時候很有趣 就兩個人都會錯開 真的是這樣 我剛剛是開玩笑的 但是真的是 我有時候進去舒嬅 她有時候就出去走走 然後 在她一進來的時候 我也會有意無意的去避開她 就是出去 那時候我記得我跟立姐講 我說我覺得這樣挺好的啊 我說我們兩個本來就不認識 不應該熟 而且主要是她的那個狀態 我覺得是非常進入角色的 然後也真的很像陳鬼靈 你會覺得這個人整體都非常的沉 然後就是你也會怕說 多一句小一句都會影響到她的狀態 然後所以就會覺得說 如果能夠盡量的讓她維持她自己的 因為她自己其實每次她就聽歌這樣 然後站在遠方聽歌 所以想說如果她有她想要保持的那個面向的話 就讓她繼續維持 就是有一次就是我們好像要去拍海邊 對 那場戲其實有點情緒是有點複雜 因為我們兩個是要分開的 但是可是偏偏卻在我們要演分開的那一天 我們兩個人卻變熟了 然後那一天會變熟的主要原因應該也是因為一直在車牌 就一直把我們兩個過來車上 所以就是必須得要說話 然後那天拍攝時間非常長 我記得拍到一天一夜 然後整個到天亮到海邊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看過那麼醜的女明星 什麼東西啊 就是但是那個醜很漂亮 你說那麼醜有什麼 那麼醜的女明星 我記得那個導演跟我講 他說後來看回放的時候 他那個網進的頭髮被風吹到 那個眼睛太陽曬得這樣 整個人這樣 然後海風這樣吹 然後我也是在裡面這樣 跟我想像中那個浪漫的場景 我也不是想像中這樣 完全不一樣 我永遠記得黃金埔導演跟我講的一件事情 他說什麼東西是有意義的 你知道嗎 就是你們中間有發生一些故事 是有意義的 我覺得那一段車拍 再加上在海邊的那個事情 對我們來講是有意義的 我們共同經歷了一些事情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子 可能王進對我有點意義 然後小美對陳桂林也有那樣子的意義在 以為會有好像比較深入的感情戲 但我們看完成品是沒拍錯的 當然不可以有啊 好像沒有沒有 你們想要有對不對 沒有好像也滿合 離開還是要想 離開 王進你的尺度真的是一直在突破 我自己看的時候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但我覺得還是很感謝劇組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保護女演員身體 然後很尊重女性身體的一個劇組 所以其實在拍攝當下 我自己反而是現場最不緊張的那個人 但反而大家都說要清場啊 然後那個 噴水 對我們剛好也叫噴水 那時候王進的性感對不對 我們導演後面就這樣 怎麼樣可以讓她更性感一點 然後導演說噴水 就把它噴濕 有一個性感 有一點微微的 女生那裡有一點微微的汗 然後說對噴水 然後我上一秒才講說 你們是一個非常尊重的女生 你不知道拍戲都這樣嗎 但我覺得你在講的 好像是洗澡的那一場嗎 會不會其實袁富華她比較緊張 她非常緊張 Bang個人超好的 Bang個人非常非常好 她是那種就是包括譬如說 像她在戲裡面有賞我巴掌也好 或者是就是有比較裸露的部分的時候 她都會一直就一喊咖她頭 她很可愛她就立刻就這樣 趕快穿衣服趕快穿衣服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她在賞巴掌的時候 她也會每次喊咖 就一直關心你說 喔 狀態還好嗎什麼之類 但其實我反而都覺得我希望她能夠越大越好 下次我來 不用啦不用客氣啊哥 你休息啊 我是被她害到不能殺青 因為我殺青戲是跟她一起拍的 然後她就因為那一場戲是小天 然後我看她在那邊哭耶 我也在旁邊很難過 我叫你不要哭啊 你幹嘛叫我不要哭啊 不是應該要不要哭 可是你看起來就很值得哭 那是她害的啦 她害的 我都已經殺青了 然後玩了之後 要去拍那個戲裡面不知道什麼照 當我拍完照回到家完之後 黃金甫導演就打烊給我 我說走吧 殺青了 開青了 然後我玩的時候 小金需要怎樣 然後他講個電話 我就說 我聽朋友說 開青 喔 好 馬上就變了 然後他就打了 喂 嗯 我就說 怎麼了 因為哭不停 這樣一直哭 可是我可以理解她 因為我有大哭 她很可憐啊 對 那成功了 成功了 因為陳桂林這個角色 給觀眾會愛上 有 雖然她是壞人 可是你還是會忍不住同情她 然後為她哭 這一檔戲小天最辛苦 我覺得她的角色真的很難 我覺得演完陳桂林之後 我覺得她應該躺了好久 因為真的會 裡裡外外都很險 都會被掏空 縱使你把我吵到吐 永遠都是情緒 讓人家覺得最不舒服 最難受 那一度那個在拍到中後期的時候 然後有一次我已經崩潰 我就覺得跟她說 直面跟大家講 我就說 我說媽 我真的 不想做 我覺得演員都會 愛上自己的角色 然後替自己的角色某種程度上 感覺到不捨 我們先愛上她 然後也期望 看電影的人 也愛上她 其實就是當初我跟導演講的 導演不是一直要加那個Ben哥 到底她是不是好 我說你不可以 我說我們這一檔戲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讓大家愛上陳桂林 所以你不可以讓其他角色 會讓人家喜歡 或者是說會讓人家覺得同情 因為如果有角色讓人家喜歡 或同情的話 那陳桂林這個角色就不建立 所以我們一定要集所有權力 讓大家就是 就是喜歡上陳桂林就對了 所以我說我們成功了 那一天我們在台中只有講 演員哥真的 在整個過程當中 對不起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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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 我跟觀山兵軍結識過 當天還給我9% 如果我想你接下來的發子彈 都卡單 我走 一個惡道極致的罪惡之人 卻依舊能引起觀眾同情 然今天成功塑造角色 挑戰最巔峰演出 也再次展現金馬影帝級的演技 黃泉樂 加入張書瑋採訪報導 一開始是在走台不玩也太帥了 對 我跟你講 那個是黃金福導演的一個巧思 本來我們在定妝的時候 其實那西裝它只是要求大一點 但我們就這樣看一看 都覺得 希望那個東西更大 但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就是成功你身上最值錢的東西 那是他老大以前 以前老大給他一個 他能夠給他最好的東西 他一直留在身邊 然後又有點像是 有一點那種概念 是以前那種布魯克林區那種黑人 他可能 接到了西裝 接到了衣服 就用hip hop 早期的概念就是他 就是他 上一輩留下來 他哥哥留下來 為了 一直都可以穿 就賣很大的 原來有這個故事 這是番外篇 天啊 這是什麼 紅毯的衣媒 天啊 天啊 謝謝你們 上面有一行字可以唸出來 平卷什麼字 這我看不到 你知道你要這樣嗎 我相信李仁哥也看不到 給我拿花椅子 我來試試看 你可以拿遠一點 你拿遠太小了 平卷兌換可保證 在金鐘獎成為完全娛樂的 來 後面一念 平卷兌換可保證 在金鐘獎成為完全娛樂的 紅毯第一枚 你們可不可以借我 等一下 兩百 真的那個 就是走後門的意思嗎 沒有走後門 也是憑實力 也是介紹一個 當時我們有這個 紅毯新聞的時候 你應該一直 這樣 好像超清楚 謝謝 那你們有給別人嗎 沒有 好 太好了